你们两个 去维持下上网秩序 好 你 是不是姓邓 你姓邓 对啊 我叫邓宇 邓建国的儿子 我爸也没说 我有个十三多年的哥哥呀 没事 抱歉 谁是你哥 你呀 咱俩长这么像 你要说你不是我哥 谁信哪 我问你 你怎么进来的 从大门走进来的呀 邀请函呢 丢了 不说是吧 那我报警 别别别 你别什么事都麻烦警察呀 我说还不行吗 你别什么事都麻烦警察呀 我就是想看一眼远山 可你们这票价太贵了 我发誓 我就是看一眼我就想走的 然后呢 临时起义决定偷画是吧 你说什么呢 我是看见别人想投画 我去制止他们 你多大 十七啊 十七那谎都不会撒 看你不能跟我说实话 你跟警察说 要不是有这个 还真被你给冤枉了 有功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不如插插自己人 现场每个工作人员 都有这个工作跑 但就你是外人 对呀 我一个外人 怎么可能有这个呀 这个是我从那个小偷身上 拽下来的 你呀 还不如查查那鬼 老大 伯托马就要开始了 小李 把他赶走 我来 这么一点小事都搞不好 我让你给他搞到小破坏 你都好 你却把话给毁啦 我也没成想半路能杀出了个人 我当时吓坏了 吓我 你现在没有公布上 这样太明显了 你趁他们都在忙 赶紧先走吧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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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反正也没什么实际损失 没事就好 悠悠呢 我怎么没看到她跟你在一起啊 她去谈专栏的合作了 看时机也该来了 东铭 子萱 母亲赶慢赶还是错过了开幕式 怎么样 还顺利吧 出了点小问题 但子萱帮我解决了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你公子那边聊得怎么样了 又到专栏了吗 什么专栏呀 现在连普通的投稿都很难排得上的 怎么会啊 哪家公司这么没眼力见 告诉我 让她公司分分钟倒闭 行了 马少爷 不是什么公司都能跟洪市集团 相提并论呢 您就大人有大量 放他命吗 那不行 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 你俩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最讨厌的是事业 得了 你消敬点吧 我家的幽闻彩这么好 没看上是他们的算数 那个 我今天吃饭过来的 我可吃不下狗粮了 陆明 你带我看看画展吧 好啊 娟 走呗一起看看 万一有你看上的 充实充实你们家那库房也挺好 是吗 好啊